王文阳百亿千金金船婚变被直击当街紧报御用婚社 及时新闻综合报道 身价百亿的王文阳千金王思涵 与丈夫黄建伟练情长跑 十年后在2015年结婚 但却在今年8月金船婚变 遭直击当街搂报当年的婚礼摄影师林俊龙 据周刊报道 王思涵正在与黄建伟准备离婚官司 还将丈夫赶出家门 目前分居 据一周刊报道 红人集团总裁王文阳的百亿千金王思涵 在今年8月底晚间 出现在新店北一路上的知名羊肉老店不一羊小羊肉 与林俊龙坐在门边一起吃羊肉炉 还不时拿出手机自拍 用完餐后 二人并肩离开餐厅 王思涵自然的雄抱林俊龙 对方也顺势搭着他的肩 报道提到 41岁的林俊龙 是专职婚礼摄影师 2015年王思涵和黄建伟 在日本北海道举办婚礼时 就是由林俊龙长俊拍摄 黄家有人指出 林俊龙不仅担任王思涵的婚社 还拍摄今年4月的儿子周岁生日趴吉 7月黄建伟的弟弟向女友求婚 黄建伟还将林俊龙视为御用摄影师 黄家有人透露 王思涵在今年8月中旬 以压力很大 一起生活不快乐为由 要求黄建伟搬离住处 两人开始分居 11月底 黄建伟未太是许久不见的儿子 返回玉智院豪宅 却遭王家请出家门 王家怕黄建伟再来 事后还请出保镖轮流站 党 红人集团公关赵李军表示 双方因公司经营理念不合 和婚姻生活相处不睦 目前二人已分居 但尚未提出离婚诉讼 也没有不让黄来看小孩 王家的律师李永然回应 尚未接受王思涵委托提离婚诉讼 否认王思涵将黄建伟赶出家门的消息 黄建伟回应 夫妻吵架难免 正在持续沟通中 黄德伟任律师指出 黄建伟先生并无任何婚外情 双方分居是 黄思涵小姐要求 黄先生现在只希望能见到孩子 给孩子该有的父爱及照顾